你以为没有糖尿病、高血压 肾脏就一定健康吗? 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 身边其实有不少人 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 肾脏却出了问题 很多人以为肾脏病 一定跟糖尿病、高血压有关对吧 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 在我的门诊里 我看到很多病人的肾脏 不是衣系之间坏掉的 而是慢慢被吃坏的 可能是一颗你头痛 水手吞的止痛药 可能是阿嬷长期吃的胃药 甚至是亲友推荐 标榜神奇疗效的保健品 它们本身不是毒药 但在错的时间、错的方式 长期累积下 肾脏可能就在你毫无感觉的时候 一点一点受伤 今天我要带你揭晓 五大类最常见 却最容易被忽略的伤肾药物 而且我不知道告诉你有哪些 更会教你 什么情况下肾脏风险会爆表 又该怎么避免 如果你重视自己或家人的肾脏健康 这一集一定要看到最后 保证你学到的每一招 都能减轻肾脏负担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 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 为止强调极简护肾 护肾并不复杂 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 或繁琐的疗法 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 就能守护肾脏健康 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 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 在开始谈药物之前 我先帮大家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肾脏为什么特别容易受伤 你可以把肾脏想成身体的超级滤水器 虽然两颗肾脏只有拳头般的大小 但他们接受了心脏输出的血液 约20%到25% 换句话说你吃下的药物 大部分都要经过肾脏来处理 如果药物本身有肾毒性 或是你长期使用剂量过高 甚至喝水不够 肾脏就会首当其冲 麻烦的是肾脏是个非常安静的器官 受伤通常不会痛 也没有感觉 等你开始出现水肿尿量变少的时候 常常肾脏功能已经流失一部分了 第一类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 第一类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 简称UNSET 先理清一个观念 很多人头痛或发烧会吃普拿疼 只好普拿疼不过量 他对肾脏相对安全 主要要注意的是对肝脏的负担 但今天我要说的是物弱分 Dibuprofen Naproxen 双氯酸 这一类的止痛药 为什么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会伤害肾脏呢 想象肾脏就像一个滤水器 要有畅通的入口血管才能正常的过滤血液 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 会抑制前列腺素 让通往肾脏的血管收缩 血流就会下降 如果只是低剂量短期使用通常问题不大 但危险通常在几种情况下叠加时出现 例如长期或频繁使用止痛药 年纪大或肾脏功能本身不好 喝水少流汗多或伴随腹泻发烧 我曾经遇过一位马拉松跑者 比赛中因为脚痛吃了几颗止痛药 又严重脱水 结果完晒后直接急性肾衰竭送医院 所以重点不是一颗止痛药就会洗肾 而是缺水加止痛药加上没有人提醒 风险就会被放大 接下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医学界有名的三重打击 Triple Whammy 简单来说肾脏就是一个需要水压才能工作的滤水器 第一非类固醇胶炎药 它会收缩肾脏入口血管 第二利尿剂会让身体水分变少 第三ACEI或ARB类的降血压药 这会让肾脏出口血管扩张 三种药物同时出现时肾脏入口水进不来 身体水分减少出口又打开 过滤压力瞬间下降 就可能造成药物性的急性肾衰竭 所以如果家里有长辈在吃血压药或利尿剂 千万不要随便让他们自己买止痛药来吃 一定要先跟医师讨论 确认安全在使用 不是说不能吃 而是要学会正确用药 第二类抗生素 第二类要注意的就是某些抗生素 不过要先厘清 抗生素种类繁多 并不是所有抗生素都会影响肾功能 常见的像清大酶素 Genta Mycine 万古酶素 Venco Mycine 这类药物 在特定剂量或疗程下 确实对肾脏有伤害 现在医师开药都非常小心 会根据你的肾功能和正在使用的药物 评估剂量或选择适合的抗生素 不过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有人会自行停药 重复用药或自己去买抗生素 这样不只会造成抗药性 也可能因为剂量不对 直接伤害成长 第三类 胃药 很多人想象不到 其实胃药也可能会伤胜 像清离子帮普阻断剂 PPI 断期使用例如几周 风险通常不大 但多偏观察性研究发现 长期服用清离子帮普阻断剂 可能会增加兼职性肾炎 或慢性肾脏病的风险 我不是教你看完影片就自己停药 而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长期使用者 应该定期和医师讨论 看看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使用 或者是否可以用其他药物来替代 第四类 咸饮剂 第四类不是用吃的药 而是电脑断层用的咸饮剂 如果你的肾功能已经在边缘 例如肾尸球过滤率小于45分 咸饮剂可能就会成为压垮肾脏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要注意不是所有咸饮剂上肾的风险都一样 像核磁共振或核医科使用的放射性咸饮剂相对较安全 但仍要依肾功能来做评估 所以在做影像检查前 一定要主动告知医师你的肾脏状况 多数情况下医师会请你在检查前后多喝水或给予点滴 帮助咸饮剂排出体外 第五类来路不明的中草药与保健品 最后一类也是我最希望大家避开的 就是那些来路不明的中草药黑药丸 或那些标榜神效的秘方 有些成分比如马兜磷酸 对肾脏的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 甚至还会增加尿路上皮癌的风险 所以拜托大家 只是成分清除来源可靠的产品 不要拿自己的肾脏当实验品 总结一下今天内容我们肾脏虽小 却每天默默地帮我们工作 负责过滤血液排出代谢废物 他受伤的方式往往悄无撑袭 不是一场疾病一下就打垮 而是日积月雷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被伤害 今天我们提到的五大类伤肾药物 止痛药抗陈素胃药咸饮剂 以及来路不明的中草药或保健品 只要使用不当就可能会让肾脏承受不必要的负担 重点不是完全不吃药 而是要正确使用 避免滥用 我们记住三个极简护症的原则 多喝水 多运动 避免不当用药 再加上定期检查肾功能 及早发现肾功能异常 你就能真正守护自己的肾脏健康 希望今天分享能让你多想一步 也提醒身边最爱自行买药的家人或朋友 你的一次提醒可能真的救了一颗肾脏 以上是我今天分享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银铛 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 下载护肾手册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 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